大家好 过年之前可能很多花友都会买一些兰花 作为年宵花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花已经凋谢的差不多 也是给它换盆的一个最佳时期 我们想要给它换盆达到更高效 最好提前10天给它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给它喷湿零酸二斤甲 最好是连续使用两次 三天四天给它使用一次 直接给它喷湿叶片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快速的补充一些能量 在换盆这段时间不容易出现问题 让它在浮盆这段时间 这个兰花更加强壮 更加容易快速浮盆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给它控水 我们控水的话 一般给它控10天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的养护环境通风条件不好 水蒸发的不够快 那么我们可以多控几天 那么我们在开始控水的时候 也要给它用上这个磷酸青甲 浇灌一次这个根部 让它的这个根绪快速的强壮 那么我们控水的目的就是 让兰花的根绪发软 因为兰花根绪属于幼稚根 发软之后 我们给它托盘的时候 就会减少对兰花的根绪造成损伤 因为兰花直掉 它很多边边角角很锋利 不小心的话就会把兰花的根绪扎破 容易受到虚间的感染 同时兰花的根部适当的脱水 可以增长它的生长欲望 让它更容易浮盆 更容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大家想要给自己的兰花换盆 只要提前10天做好这两件事 那么上盆之后就可以减短浮盆的时间 让它更加容易适应新环境 长根长牙更快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